上火,咳嗽,喉咙痛,一吃就好的食物,千万别错过 大鱼大肉吃多了,一上火,灭火还需用对方法 不同的火器有不同灭火方法 便秘,喉咙痛,流鼻血,口腔溃疡 针对这一大堆上火症状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服药哦 发布君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药食童源的食疗方法 帮助大家降火,多吃百合,灭新火 我们经常会说心里有火,指的就是新火 心脏在中医五行中熟火,掌管血脉运行 更年轻女性或老年人疫情绪波动 失眠多梦,心情烦躁 导致出现口舌糜烂,口腔溃疡,尿黄灼热等症状 儿童表现为多动,不安等,这些都属于虚火 应对新火,饮食上应多吃胡萝卜 酸枣,百合等不养新生之品 一,百合莲子大枣粥 食材,泡发百合40克 莲子15克,大枣20克,糯米40克,大米60克,枸杞子10克 做法,将干百合,大枣,枸杞,清洗干净 备好莲子,糯米,大米 将所有材料放入炖锅内,并加入约1000毫升的清水 熬煮40分钟后,趁热搅拌均匀即可 二,胡萝卜菊花粥 食材,大米50克,胡萝卜100克 菊花10克,白糖适量,盐适量 做法,准备好上述材料 菊花用水泡发,胡萝卜洗净,切小粒 大米洗净,倒入锅中,加入适量冷水,大火煮开 然后小火煮10分钟,倒入胡萝卜,大火煮开 加入菊花,煮5分钟 煮好的菊花胡萝卜粥 随个人口味调入白糖,油,盐即可 多吃雪梨,灭肺火 民间有种说法 咳嗽是因为肺力有火 肺火也属于虚火 情绪不稳定,两眼干涩 咽干疼痛,咳嗽胸痛 干咳无痰,超热到汗 手足心热,失眠,舌红等 都是肺火的表现货 想要灭肺火,可以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如木瓜,梨,萝卜等 一,川贝木冰糖雪梨 食材,雪梨两个,川贝木10克,冰糖40克,水适量 做法,雪梨洗净 川贝木捣碎,将梨在五分之一处横切 挖去里面的盒,将川贝木40克冰糖放入梨内 在梨中内加入少许水,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60分钟,至川贝木熟开,冰糖融化 梨熟烂即可 二,罗汉果山药猪肺汤 食材,猪肺一个,南北杏各50克 山药500克,马蹄400克 罗汉果半只,蜜枣三只,猪斩肉,带油骨500克 做法,将马蹄,淮山去皮,猪斩骨洗净,南北杏捣烂 罗汉果分开立合 将上述材料倒入锅内,加适量的水一起先包 将猪肺的喉管放到水龙头下灌水 等到整个挂满后把里面的水出来 重复几次,把猪肺洗干净 猪肺切片,放入锅中抄下出水,捞起 将猪肺放入锅中炒干水 放入一包的汤包中,包一个小时即可 多喝枸杞菊花茶,清干火 干火旺盛时,眼睛肿痛发色,血压也容易出现波动 如果同时有烦躁易怒 耳鸣,眼干,口臭,口苦变干等症状 多数食火,可喝绝明子茶,也菊花茶进行调理 如果同时有脚型发热症状 多数虚火,可用枸杞或杭白菊泡水喝 一,枸杞菊花茶,食材,太菊花6朵,枸杞10克,水适量 做法,将枸杞菊花清洗干净,泡水喝即可 二,枸杞猪肝菠菜粥 食材,菠菜,猪肝,大米,枸杞 姜,盐,鸡精,香油,香葱,胡椒粉 做法,大米洗干净熬成粥 猪肝切片,飞水捞出,冲进炫末待用 将切丝,葱切末,枸杞用水泡开备用 菠菜用开水烫一下捞出切断备用 在煮滚的粥中放入猪肝片,菠菜,姜丝 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 放入枸杞,出锅装碗淋少许香油 撒香葱末即可 多吃银耳,除胃火 胃部灼热疼痛,口干口臭 大便稀烂,胃口不好 牙龈肿痛,口干变干,口臭严重等症状 可能是为食火所致 可将西瓜皮的白色部分切成丝,拌上盐来吃 还可以尝试多吃凉拌的海带或紫菜等食物 如果胃里总像没吃饱一样,有点隐隐的疼痛 可能是为虚火,可以多吃木瓜或银耳等食物 1.莲子银耳粥 食材,银耳,莲子,红枣,枸杞,冰糖适量 做法,银耳用清水泡开,将底部泛黄的硬结剔出 撕碎备用 汤锅放清水,将银耳,冰糖,枣子,枸杞放入冷水中 开火加热,熬到银耳软烂即可 2.绿豆粥 食材,绿豆300克,水适量 做法,取绿豆适量 洗干净,用水泡两个小时 泡好的绿豆加入锅中,加入适量水 开火,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煮 直至绿豆软烂就可以了 在热火下热用